視頻聽聽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先漲後跌 衝太快了 吃快撞破 不要急 已經連漲 昨天已經先給人要脫跑了 前天也跑了 我們先看美國 你看美國早起不走 但是起不走以前這幾天沒起 觀點也沒過 我昨天在TG裡面講 我說鮑爾很喜歡講話 聯準會主席 人家說話我們都會聽 他有時候講話我們都很害怕 像昨天講一講就大漲 有時候講一講就崩盤了 對不對 好幾次了 聯準會主席 他說話很恐怖 他講出來的那些話 市場會解讀 華爾街會解讀 解讀還不錯 你說他是反升息 從這個月應該說12月 要升息 他就說我們升兩碼就好了 反升息 那意思就是說 明年大概就是 他預估明年大概再升個三碼 那每一次會升個一碼 每六個禮拜開會一次 聯準會一年是開 開會應該是八次 我們央行一年開四次 我們央行一年開四次 三個月一次 我們都流行半碼 所以我們不用討論 我們升級碼不用討論 反正就是半碼 最多就是這樣而已 那他們一生都三碼三碼三碼 好 我們在夾的 很恐怖 那巴爾街就說 這有控制 反正他講了很多話 你自己有興趣去看看 那華爾街這些人士聽了以後 還不錯 算有萬億 那我們從技術分析來看 這一根長紅K線 當然是跟巴爾講話有關 但是如果他不講話 不是說不講話 就是剛好他沒有 昨天沒有談話 其實他也是回測上升月經線 他是正常的調整 你看這裡 他就是這一根不算的話 他也是到這個是拐點 你可以看到 月線扣底底子 月線往上 多方式 短線多方式 中線空方式 你看這個 這也是一樣 這也是這組也一樣 這組比剛才那個更強 因為他機器 他還跑得比較高 他還站在季線以上 對不對 那你看季線 他因為他扣底子的關係 所以他季線也翻楊了 所以飛沉半導體 飛沉半導體是短多中多 短多中多 所以我們會點足夠 會帶他走 短多中多 我們在台積電也是 會帶他走 你看這裡就知道 是這樣來的 那你注意看 我剛剛給你看 這張過關鍵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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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有觀點沒有 你說老師這還有觀點 你不要散佩了 你不要在看這個 我告訴你這兩組 這道瓊工的指數跟這個 跟台北股票就沒有正相關 你聽不懂 我們有正相關的就是半導體指數 跟納斯達克指數 我們台灣的半導體佔了市值佔了四成 這麼大的市值 尤其是以台積電為首 所以如果你看到SP500指數 創新高 你不用太在乎 因為它是500檔多籃籌股 跟我們內容不太一樣 你看到SP500指數也是創新高 好啦那就創新高 但是昨天以前沒有創新高 創短期新高 這個也是 我們早上就先頭痠起來了 我們早上就已經 你看 而且這幾個禮拜我們都不回 我們就吃派我也不知道 你看這個KD值一直鈍化 人們都乖乖 人們乖乖有回來 我告訴你這組比較正常 回來乖乖的調整 調整正乖離 壓下來到20左右 然後再交叉上 這個是標準式 就是空間跟時間的修正 再上去過高點 但是它今天也是開高走低 但是我是 我講的是昨天跟前天回側拐點 這裡 我們沒辦法就回側 我們用 用反的走 拉到Pine 用橫的走 橫的走 以前以前 你看這個橫的走 都一樣 這個在今天以前 我們全世界最飯堂的 最五六 人家都沒有跌那麼多 我們拼命跌 之前你看那六七月 跟九月 十月 你看日本 日本你看到價錢跌這裡 三月份就跌幾點 你現在只輸日本 你把它到一月份來看 日本幾乎是沒有漲沒有跌 好不好 從一月以來 我們從一月以來 我們到現在還跌不少 我們從一月份以來 總共這邊跌了三成多 雖然要反彈兩千多點上來 但是還距離這個很遠 所以我們是最弱勢的市場 大概是 當然你說最近當然是最強 但是如果是長期來看我們 但是雖然是最弱勢的市場 今天國安基金有在說 很高興 我就知道 我們賺得還不錯 國安基金操盤所說 人家問他 你國安基金現在是怎樣 我們現在賺得還不錯 不錯 不用說也不錯 被動勢的 你不是在7月份進場嗎 7月13號 我告訴你 國安基金你這個點 就比這個高了 當然有賺 賺這裡到這裡 就這樣 先這樣下去 套勞 解套 只要過這個關卡就解套了 你看台積電 他一定買台積電 台積電 他這邊不是有個低點 這裡啊 那不是上去 又回下來套勞 這邊比這邊高 當然是解套啦 所以國安基金說 賺得還不錯 那勞動基金呢 還是賠 但是有賠比較沒那麼多 也沒有賠得那麼多 沒有像10月份 9月份賠這麼多 11月有一些拚回來 因為11月你看 11月嘛 11月大漲啊 去要2000點的 你看 中長紅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重點是說 12月會怎樣 我們要 因為11月我們已經跟你講 在11月1號我就跟你講 11月會中長紅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會去2000點 但是我那時候跟你講說 至少會先漲1500到2000點 我這邊就跟你講說 這就講過了 不是今天才講的啦 當初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 就彈上去至少1500點到2000點 結果現在已經漲到2500點了 那2500點來講 會不會再漲啊 那當然一定會漲啊 那怎麼漲而已嘛 那我當然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認為說 你這個漲一段時間以後 我已經教過各位嘛 盤整有兩種 你要背起來 一種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以盤代跌 以盤代跌 代替下跌 就用時間整理 像我們台灣股市就是用時間整理的 橫著走 那一種就是空間修正 這也不是完全的空間修正 這時間跟空間結合的空間修正 這是在這裡 兩種 整理有兩種 那這一個漲勢的 不管是橫向的整理 或者是空間的修正 它接下來就是再一個漲勢 不然為什麼叫反彈 叫漲勢 那我已經講過 我說到12月份 我在上禮拜就跟你講 我這12月份我預估 我預估會拿回這一半回來 拿回這個跌點6000點的一半回來 那拿回一半回來就是說 要從這邊再加上3000點上去 至少最少 可是它跑得太快 又不回 你看如果說像韓國這樣就多好 你這樣蓋起來 比如說蓋2000幾點 下了500點 類似 這就蓋起來 那我們是不是 總幅度是不是從這邊算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有 比如說這樣好了 你漲了2500點 假設 我現在是假設 先疊一個500點 或是1000點 然後再漲上去再過高點 那這樣加起來 這樣不是比較好算 這樣會擋得太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先賣再買 先賣再買買更多張回來 就像我之前一直跟你講 藍店 藍店 8042藍店 要怎麼操作 那如果說有回下來 也可以讓以前賣掉的人 或者是想要買的人 進來買換手 你知道嗎 那你如果說一直滾上去 一直滾上去 這樣子會出問題 你知道嗎 沒有換手的話再走不遠 走不遠 如果說有先打下來一次 有調整下來 會比較好 但是也不是說它一定要下來 沒有 我沒有講說一定要下來 但是你衝太快 你一定會漲這樣 你衝太快 你一定會漲這樣 因為你一個手要拼去 拼到萬六點去 有比較辛苦 而且這個指標都沒有調整回來 這個指標都漲得奇奇怪怪 都沒有調整回來 所以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講的這個東西叫技術分析 我不是跟你講基本面 因為基本面 你講基本面 股票會漲不漲沒關係 我就說過了 你股票如果漲 他就說 分析師就跟你講基本面 找了一大堆資料說基本面很好 你就對 說對 基本面很好 可是股票如果不會漲不漲 他就不會跟你講 他也不會跟你講基本面 因為講不好 講也是不會漲 所以基本面好 跟股票會不會漲沒有關係 我這樣講對不對 現在漲的股票有很多是基本面很好 對不對 可是沒有漲的股票也有很多基本面很好 沒有錯 現在在跌的 譬如說前一日子在大跌的時候 很多股票基本面很好 所以你剛才講 你講那個東西跟漲的什麼關係 就講台積電就好 台積電的今天508塊基本面 跟370塊基本面不是都一樣 但是你買這裡是好 這裡買這裡就怪怪的 不是說我沒有說你買508塊一定會賠 因為每一次我都跟你講 每一次MSC要調整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隔天你都要注意 你注意看 8月31盒 這邊不是MSC要調整嗎 每三個月調整一次 最後一個工作天 是不是極拉到505塊 然後就下來了 那你正常來講 那你說老師今天 那今天怎麼又有高點 我如果叫你讀書 你都不讀書 今天會有高點就是鮑娥 如果鮑娥沒有講話 今天台積電還是開低 我可以跟你講 了不了解 這技術面嘛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如果不是鮑娥講話 台積電會開高 你吃比較壞 昨天不是拖拉跑到上去 就是跟這個拖拉一樣 每次都把這樣 每次都把這樣 這裡也是一樣 對不對 五月份也是有一次 也是這樣 反正就是我跟你講 那調整 258、11調整 最後一天調整 它會亂跑嘛 像昨天不是很多股票都亂跑嗎 台積電不是最後一盤 成交了150億 我不是跟你說過 那你說今天開高 開高人家一定會賣 有什麼問題 短線來講 人家一定會跑啊 或者是像ABF宅板 當然嘛 一定有人要賣 但是這個都沒有關係 這個都不會影響未來的走勢 所以如果會影響 我就不會跟你講 第二階段反彈 多方式順風口 我就不會下這個測標 我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順風口 那漲到哪裡 漲到哪裡且看且走 我有把一些股票做一個調整 我之前跟各位報告過了 我說這次有些股票要調整 要做一個調整 那基本上我把它調升 因為 基本上我把它調升的 這一檔我把它調升了 因為它已經到這裡了 而且我預估未來還會更高 調升這一檔 目標價 這兩檔我都調升了 這兩檔我都調升了 這兩檔我沒有要插 維持原來的看法 這兩檔實在很棒 我實在看得越 哪有兩種股票我都想到 哪有這麼棒 有夠棒的股票 都不在講的 那這檔股票我也把它調升 目標價 這檔我也把它調升 這檔也調升 還有這檔 就是調升的是一檔兩檔 三檔 四檔 這檔也是 五檔 六檔 七檔 就是18檔裡面 我調升了 七檔的目標價 那其他維持原來的看法 其他維持原來的看法 沒有改變 那現在目前這18檔裡面 只剩下七檔 還趴不到第一目標價 第一壓力賣點 但是很接近了 那其他的 十一檔都是 分分分分都已經慢慢的 往第二目標價跑 甚至已經衝破目標價 所以我們必須要調整的 已經在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基本現場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基本現場 我剛剛講的 你應該聽得懂 就是說 這次台積電反彈 138塊 那我把我在 我會 那我就是幫你 算出來 它是漲了1,120點 那這次大盤 現在到目前為止 漲了2,523點 它已經縮負這邊 2,846點的 80%以上 你看 這邊疊了10個禮拜 用5個禮拜 就快到達這個點 那我們未來 第二階段的目標點 不是這裡 未來第二階段目標點 應該是 要以景限為標準 大概要以景限 那你說會不會再漲回來 18,600 我想 有人會跟你講會 因為那些人就是永遠都是做多 跌到1萬.1也做多 跌到8,000.1也做多 他永遠都做多 他永遠都看好 你那種的就不用聽了 國標有的會解套 有的不會解套 像這種人不用先解套 要解套什麼 要解套 一個問題 這個要解套 所以你說股票不設停損可以嗎 你說好啊 股票擺久了以後又要上來 沒有錯 有的股票會上來 甚至會創新高沒有錯 1750檔股票 總有一些股票會這樣 問題是大部分的股票都不會 所以我們在操作 為什麼要用價差操作 為什麼不鼓勵你長期投資 你不能報上報下 因為很多人投資台積電 對不對 你說你買500塊 對啊你解套沒有錯 勝利好運 但是你買688 你要解套什麼 你要等幾年 但是問題是你如果 那你幹嘛套牢再來解套 你為什麼不買370 你也在380 你真厲害 你買688 跌到370又反彈起來 是很厲害的 那要算起來是很扁堂的 你了解嗎 那叫做厲害 你如果有財調 你不買370 我不想說你厲害 你要先賣再買啊 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講藍店 另外我們買242停損 買242塊28.5停損 然後186買回來 雖然我們早就已經賣了 賣平均價都可以賣到270左右 沒有辦法像今天賣這麼高 但是沒有關係 你賣570回來嘛 你不知有貨幣 你報上報下 這樣就賣了 沒有錯啊 你如果要找他 好 吃麻糬很厲害 很厲害 找他 算了算了 不要再黏了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你注意 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我認為 譬如說像這個啦 這個都沒有關係啦 我隨便講 你都不要看 這上引線啊 要怎麼 我跟你說 這都會過關掉 這個高點都會再過 很快的時間就會再過去 這個都是當沖的啦 當沖的你聽不 當沖的啦 很多啦 像這個都會再過高點 這個都會過 隨便講 還是資源 都是上引線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都當沖的嘛 都當沖的嘛 你看這個股票 我調高他目標價了嘛 原本的目標價 他已經到這裡來了嘛 原本我們設定在這裡 但是這個股票還在調高啊 所以我不會認為這個是高點 這個也是一樣啊 這檔股票長期我都看這裡了 我已經跟你講了好幾次了 我就看這裡 就是這裡沒有錯 因為這檔股票爆發力很強啊 然後這個呢 這兩檔我都調高了啊 連聯發科我都調啦 聯發科啊 雖然爆發力沒有那麼強 但是他已經到達第二 已經到這裡來了 到這裡來指數已經轉好 轉強壯了以後 我當然這個龍頭 我當然要把它調升啊 但是有些就沒有必要調啦 這個目標價 能夠到目標價就不錯了 但是這些股票我認為都會補漲 這檔已經到這裡來了 這個都 這個今天不是也曾經漲停嗎 這支今天不是我怎麼有漲停板 好不好 這支也有漲停板 這檔股票我本來要把它調升目標價了 但是我想說再看看啊 那這兩檔我就調高了 我們的目標 這個等於是說 這個高點都不是高點了啦 那緊縮緊縮的 沒下了 所以你自己去看 這兩支 哪有人股票這麼飯 我都想都沒有 我們還要說基本面 我們還要說長榮亞民基本面 我們要再講嘛 如果有人一直在講長榮亞民的基本面 我都聽了都很噁心 但我不是批評他們啦 因為他們懂得也就只有這個啦 也就只有EPS多少 你說要做什麼 國標沒有人買就不會去啊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還是認為 雖然是這樣 雖然我是這樣講 但是我還是認為他們兩個 大盤會把這兩個 把它扯到這裡來啦 扯到這個第二目標價來啦 你了解我意思嗎 台積電已經有到這裡來啦 所以要調升目標價啦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長榮陽明啦 或者是其他有些股票 會補漲的股票 我認為會補漲的股票 不是他們厲害啦 是大盤厲害啦 大盤會把他扯嘛 把他丟起來嘛 尤其是台積電嘛 台積電帶著大盤走 大盤會帶著一些 一些股票 就是會跟上來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他厲害啦 那些股票 我也不要說他笨啦 這是在做什麼 好笑的 白人都在蓋啊 你都不會蓋 是在大盤 賺很厲害的 受賺的 那些股票都本 我如果十個月是真正 那是他們本的 還不是你本的 還不是外公 還不是股東本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不是罵他們 我只是 我是講實話啦 我是說這些股票還是會補漲 你不會操作的話 你跟著我 我當然也操作 我已經講過 這個是第二階段的反彈 都方式深風口 不要怕跌啊 不要怕回下來 跌下來才好 跌下來剛好 這個是比較好的買點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